欢迎关注华夏传媒 郭道辉 4000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剂略 原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 30年前 即1980年 在党内举行过一次4000高级干部 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大讨论 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 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 之后决议草案经多次修改 于1981年6月27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 邓小平同志对历史决议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说 总的来说 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 我们原来设想 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时事求是地 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 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总结经验 统一思想 团结一致向前看 我想 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1981年6月22日下午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格阻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不过 到1991年下 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 邓小平同志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却说 这样平视违心 违心 在这个问题上 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我们还不够格 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 时间不够 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 1993年1月15日 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 小平又谈到平毛问题 他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 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式的局限的 部分历史是不实的 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 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 不能颠倒 不能改变 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 一直是有争论的 我对彭真 谭 镇林 陆 定义说了 你们的意见是对的 但要放一放 多考虑下局面 可以放到下世纪初 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吗 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 搬不掉 改不了 有人担心 对毛泽东全面评价 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 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我看 不必担心 我建议 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 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 做全面评价 到那时 政治环境会更有利 执着意见会少些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 对过去的错误 过失和违心 不完整的决议 做出纠正 是共产党自信 有力量的表现 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 相信人民会理解 会支持的 转引自新子灵 千秋公罪毛泽东 2007年7月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对历史决议前后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 为什么有必要对毛泽东的功过再做全面评价 我作为当时被派去担任此次讨论会的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的秘书 当时我任全国人大法治委员会办公室理论组长 特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 虽难免不全面 或可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探讨 这个历史决议 起草工作是1980年3月开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 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 由以胡乔木为首的2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 于1980年10月先在党内4000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大讨论 又经40多位同志在审议 反复修改后 才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在4000人讨论时 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 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 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 德西讨论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 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谓4000人大讨论 据我记录的1980年10月13日 中央秘书局在怀仁堂召开的干部会担任这次讨论会的各组秘书参加报告 中央机关约1000人 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 中央机关又分成三大块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国家机关包括全国人大、高检、高法和国务院、军队总政 其中中职机关有256人 国家机关有446人 军队有373人 共分成35个组 其中 国家机关分了16个组 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 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 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详见2009年4月2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黄黎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台前幕后 我所在的国家机关第一组 即人大与政法口 有30人 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中共党员副委员长谭振林 李景全 许德恒 萧静光 以及阿佩 阿望静美 还有正副秘书长武新宇 郑继俏 刑一民 张家洛 云北风 赵博平 法治委员会的委员有杨秀峰 高克林 刘富之 王汉斌 邹瑜 向淳一 高法的正副院长江华 王维刚 何兰街 郑绍文 黄波 杨化南 高检的正副检察长黄火青 张苏 王府 李士英 陈阳山 关山副 小组召集人是五新宇 王维刚 张苏 此外 李鸿林也参加了我们这个组 他不是作为秘书 而是作为参加起草小组的成员 下到各组听意见 我只负责整理我们组的简报 别的组的简报 发到其他组传阅 我也看了一些 根据我的回忆和保留下来 我对本组讨论的片段记录 以及其他组简报的片段摘录 所讨论的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文革前17年的评价 这是有争议的第一个问题 原稿提出 在17年中 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 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大家对这个结论不完全同意 因为建国后 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基本建设 取得可观的成就 但政治方面不断地搞运动 出了很大偏差 整了几百上千万人 1957年 反右一下子整了55万 实际上远不止此数 1958年 搞大跃进 实际上是大饥荒 死了几千万人 原稿还回避了建国以来出现的路线错误 大家问 文革前17年 有没有路线错误 有 那么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 还是草稿所笼统说的是党的错误这个有争议 当时 大家强调 存在一条左倾路线 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 不能回避 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多数人认为 草稿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 很多提法都是说 党在这个问题上怎么错了 大家反问 怎么都是我们全党犯错误啊 主要还是毛泽东犯错误吗 这是有区别的 我的印象中 会上强调毛泽东有错误的人多 也有的同志反思自己过去对毛主席有迷信 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 我自己跟不上而已 只汉奴丸跟不上 前途摇见太阳红 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 张执一发言 见中职机关第二组第一期简报 简写中职2-1 下访此 也有稳健持重的少数同志提出要从政治上 从全局上考虑 17年和毛泽东思想不能一概否定 担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对第三世界有不利影响 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 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 而主要决定于当时主持起草的胡乔木 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 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310页一再指示 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写过头 给毛泽东同志抹黑 也就是给我们党 我们国家抹黑 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 这与十多年后小平认为该决议是维新 维新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 那时却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 部分历史是不实的 不少同志是维新地接受的 2.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对17年的评价问题 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是讨论中第二大问题 其中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 要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争论也很大 因为党的八大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了 后来搞个人崇拜 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但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大错误 那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也应当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是不是要排除他的错误思想 哪些是错误思想 怎么看 按原稿的意思 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 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很多人反对 大家也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 因为起草人要为尊者会 所以一到某个具体问题 原稿往往说党没有认识到 甚至还说 当时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压力 害怕中国变修 所以毛泽东才搞文革 这是把自身的错误归咎于国外原因 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 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的体验和认识各输己见 高法副院长王维刚同志认为 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 怕他们造反 这是一大并根 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 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 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毛头对着资产阶级 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 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 走资派等等 其实 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 一直没有真正掌权 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 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 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 才产生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 建国家机关第一组第一号简报 简写国一杠一 下访此 团中央胡克什同志在发言中指出 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 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 绝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 这与草稿另一处说 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 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 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 如果有 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 如继续革命论 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 张湘山同志说 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 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 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 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 不知多多少倍 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 个别的 暂时的 或只是过时的 不是系统的 路线性的 是白玉瑕疵 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 太多 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国十三十三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一熟悉新民主主义 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二熟悉农民和地主 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三熟悉农业 不熟悉工业 四不懂政治经济学 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 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五不研究经济规律 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六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化阶级 主张外行领导内行 批臭老九 七搞农民平均主义 五十八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八在需要外围中用时 大批国际修正主义 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首 九点一九六四年提出四个现代化 六十六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十钻进现装书 搞他的古为金用 他还指出 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 主要是左倾片面性 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强调矫枉必须过正 有土皆豪 无身不裂 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 匹兹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 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 普遍发生这种左倾 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 否定合二而一 公其一点 不计其余 左比右好 长期反右不反左 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 我也是有责任的 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 我向布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 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 值得深思 建宗旨5-30中调部副部长刘志翰说 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 打倒了国民党 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 国民党 指四人帮给灭了 会下 政法界一位老同志让我从哲学思想方法上 论述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问题 写个材料 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 并参考讨论中一些发言的观点 曹写了一篇对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的质疑 论据大致有以下几点 在思维方法上违反真理的相对性原理 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超越历史局限性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的绝对真理 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 不能只是正确思想 而不包括它的错误思想 何况文革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 曾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顶峰 马列主义的心理成碑 是绝对正确的 而现今实践已证明 它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不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 宣称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其错误思想 就不可能用实践去不断检验其真理性 更妨碍人们辨别是非 导致迷信 将其错误当真理 而且可能引出新的凡事论 凡事某个领导人或党中央认定是毛泽东思想的 就都是正确的 或凡是我们现在认定是正确的 就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而就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 那也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 因为集体的思想也有历史局限性或认识的偏差 也可能集体犯错误 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全党的实践和智慧成果 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 也不合情理 这等于说 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我的错误不是我的 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 你的正确倒是属于我的 为了剔除毛的错误思想 而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 也难自圆其说 文革中毛每讲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 如何区分哪是毛泽东思想 哪句只是毛泽东的思想 三、对毛泽东个人功过的评议 关于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 也是这次会议的热点 据本组和其他组的简报所载发言 虽然大都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绩无大分歧 但对他在建国后掌权以来的历史实践 则输多非议 有的还十分尖锐 讨论中涉及建国以来的许多事件 都与毛个人的决策 及其为人 形式的思想作风相关 李协伯同志说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 而是以整人开始 以整人告终 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 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 这次会上 周总理讲话 肯定近年工作冒了 陈云 傅春 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 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论 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 后来成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 他很得意 1958年1月 他召开了南宁会议 在会上就发作了 说你们56年反冒进 就是反对我 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 陈云 傅春 先念同志说了什么 少奇写了社论 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 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 将来有一天他做秘密报告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 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 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 后来的脑穴栓去世了 防卫中同志在一次插话中提到 58年傅春主持纪委工作 经过算账 认为达不到预定钢铁翻番的指标 报告中说了些含糊话 毛很不满 批评傅春是灵台如花岗之言 笔下若悬兵之洞 国4-18薄一波同志发言中也谈到这个会上 毛主席批评刘、周等人说 你们反冒进 我要反反冒进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 毛主席拿出柯庆诗写的一篇 乘风破浪 力争上游的文章 问周总理 总理 你看过没有 你能写出来吗 总理说 看过了 我写不出来 国8-27李协博说 59年上海会议 毛主席又批评刘、周、朱、彭、德怀 说我是主席 是统帅 副统帅就是总书记 实际上包含了 要把刘少奇同志 作为接班人撤下来的意思 59年的反右倾以后的历次党内斗争 就都是通向文革了 建国5-21团中央书记胡克什同志 谈到文革前 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 一次说要钓鱼 即搞扬谋 一次说要搞包损政策 在党内一层层包吊 异己分子 他说 当时我听了很吃惊 无产阶级领袖 怎么用这种语言呢 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 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 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 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 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 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 唯我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 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 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 专制主义者 必然性是什么 只有触及本质问题 才能解释 不能用 草稿中的骄傲情绪 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 否则群众不满意 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什还说 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 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 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 毛亲笔勾调 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 可是在文革中 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我们挨斗 过不了关 他却不出来吭声 又如59年庐山会议 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 62年7000人大会 他大奖民主 每几个月 在时中全会上大批翻案封 三年困难时期 中央决定下马 主席并未反对 但情况刚好转 他又大批下马封 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 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 1972年刚批林 又批又轻回潮 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 他自己就搞 刚批了几天四人帮 转过来马上批等 他这一张一尺 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下眼发言中对毛主席 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 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 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 却常伪过于人 譬如1945年8月13至16日 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辞强硬的电报和文章 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 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 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 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 及和平民主新阶段 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 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 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 张世昭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36计 走为上纪的纸条 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 用权术麻痹一下 敌人未尝不可 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 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 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 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1949年我、夏衍和许迪新等从香港到北京 为接管上海 向毛主席请示 毛又一再讲 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 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人、刘鸿生留下来 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 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 声明是中央的决策 可是到1951年 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 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 这也就是心无灭资的组本 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国12-14 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 谭振林同志很激动地谈到 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 详见郭道辉 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的初衷 在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 此处不坠 王光美同志发言中说 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 主席看过 很欣赏 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 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 召开中央扩大会议 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 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 这次会前 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 你身体不好 可不必参加 但主席参加了 另一次会上他讲 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 少奇插话说 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 很复杂 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第二天 毛主席大发脾气 说一个不叫我开会 一个不叫我说话 谈到高扰事件 王说 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 要求反周 少奇不同意 说反周对党不利 周有很大功绩 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 绝不能反 并自己承担责任 后来高岗就反周 刘 毛默许 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 他们才跟高岗 下眼概括毛主席的错误 是16个字 拒贱爱产 多疑善变 言而无信 免礼藏真 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 毛主席怕的不是张罗联盟 而是怕党内出贺卢晓夫 1958年毛主席才65岁 就有老年性多疑症 国12-14 李锐同志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 从略其中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 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 谈的最多的是主席任性 有些想法变化太快 一声反复 今天你跟上去了 明天就挨批 还喜欢别人写检讨 有时未达到某一目的 甚至不择手段 反右前 为鼓励明放 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 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 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 田对李锐说 没有这回事 我根本没有反对过明放 这是不顾事实 借题发挥 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 李锐还说 在庐山 毛泽东7月11日 找他和周小周 周会三人谈话 还叫融洽 承认1958年 有些事他有责任 如提倡敢想敢干 也有的是胡思乱想 引起违心主义 因此 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 否则 人们会向蒋干抱怨曹营之事 难办得很 谈到他自己尝试自己的对立面 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 似乎有自省之意 可没过几天 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建国10-14 1957年 有鼓励明放突然转到反右 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 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 任性生变的全变谋略吗 农机部的宋敏之同志说 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 但不是伟大的 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封建主义打底 马列主义照面 张爱平同志说 王明是严必称希腊 毛主席是严必称秦始皇 孙野方同志说 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 而是二十四史 现装书看得太多 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 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国十四杠三 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同志 长篇发言中 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 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 起初在士兵中 朱比毛的威望高 毛有极度心 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 陈友群还谈及 1950年部 起初拟定的五一口号中 最后两条 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1956年 我曾听到田家英讲 主席有一次说 现在喊万岁 谁知百年后如何 1959年庐山会议 起初朱老总认为 彭德怀意见是善意 还为此做了一首诗 此地召开团结会 交心献胆时空前 并对公社食堂问题提了不少意见 后来毛批彭总时 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 就批评朱氏格削抓养 批不到要害 回北京后 又组织高干批朱总 迫他写检讨 一直发到线团集 从此以后 实际上剥夺了朱总的工作权利 终植2-15 副委员长许德恒同志说 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 后来成了保皇派 晚年又返袁世凯称帝 写了篇一栽地制 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 向昨日之我宣战 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 毛主席晚年 也是以今日之我同 昨日之我宣战 可是他却是 以今日之错误 否定昨日之正确 国一-一 铁道部的牟纯农同志说 毛主席发动文革 不是为了反修防修 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 以整人开始 以整人告终 周总理是累死的 气死的 整死的 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 总还留下几个中粮 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中粮 都给整掉了 晚年 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到临终的时候 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 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 这是莫大的悲剧 他不需要任何人 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 不需要他了 我印象里 会议主要是这样几个 有争论的 尖锐的问题 四 关于修改决议草稿的建议 最后 决议起草主持人 要求各个组分头起草 一个决议稿子 大家都不赞同 认为 撇开那个草案 自己另写一个 我们既没有时间 也没有那个水平 我们第一小组建议 就在草案上批注意见 或者原则性地提几个方面 决定由本小组推选的 决议草稿修改小组 归纳全组统一的意见 让我带整理了个批注意见草稿 由邹于同志审定后 在小组会上汇报 大家认可 报告要点如下 第一点 建议把解放以后的历史 分成四个阶段 文革以前一段 文革中一段 华国锋十七一段 改革开放一段 这四个阶段都必须贯穿 两条路线的斗争 要反映党内健康力量 与正确路线 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 批注意见稿 对个时期 错误路线的表现和实质 做了不同于决议草稿的评点 笔者案 当时与会者还遗留着 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的思维惯性 大家质疑 不是讲了十次路线斗争吗 怎么文革以前 就没有路线斗争 毛泽东反右倾 整彭德怀 这是什么路线 这不是右倾 是左倾的问题 解放后也有两条路线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路线 是主导方面 另外有一条路线 是和毛泽东的路线做斗争 对毛泽东的专权 党内是有所抵制的 只是 谁坚决抵制 谁就倒霉 就矮整 包括文革中 谭振林和一些老帅 不是坚决抵制吗 却被批为二月逆流 所以大家强调这个 譬如 对草稿第十五页的批注认为 对八大二次会议应做批判性的评价 正是在这次会上 毛泽东同志开始背离了八大第一次会议的路线 他在会上的五次讲话是左倾路线的突出表现 又如原稿第二十页 对反右斗争的恶果 过于轻描淡写 不能只说是使民主化进程受到挫折 而是压制人民民主 败坏党的作风 是信于民的开端 要批判 引蛇出动的极其错误做法 是党由正确路线引上错误路线 国家由兴旺发达 转入多灾多难的转折点 再如原稿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意义评价不够 谭振林同志对此特别有意见 只是为之平反而已 应当强调路线斗争的意义 建议加上 他们为维护中国革命的成果 捍卫党的事业挺身而出 体现了党内的正气 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 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健康力量 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左倾路线 和林将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大搏斗 另一处原稿说 毛对江青一伙过于信用 要求改为重用与纵容 第二点 总结三十一年 包括文革的经验教训 要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 是非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阶级斗争维刚的问题 像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大是大非 要加以澄清 第三点 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 而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历史的总结 不要只是围着毛泽东一个人转 第四点 要解放思想 要摆脱一些人为的思想障碍 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到底包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 或者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说成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这个对不对 再则决一草稿 为把毛主席佟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 而说什么 存在的路线一条是极左林 四一条只是左青毛 这太勉强 再如把明明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 写成是全党的错误等等 认为原稿讲第二阶段 我们党在大部分时间执行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这一估计本身是错误的 原稿以这种错误估计来写这段历史 不能不处处闻过是非 为毛主席的错误路线及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开脱 大家认为毛泽东这阶段的主要错误在 一、以阶级斗争为纲 二、左青空想的社会主义 大家认为这段历史必须重写 舆论 上面仅是我对第一组的讨论 和所阅其他组简报的片段记录 荣获不周全 但管中亏报 也可略见一斑 我认为 应该把这次四千干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决议草稿 看作是文革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是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次是理论误虚会 第三次就是这个讨论会 如果说理论误虚会是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那么 这次讨论会 就可以说是党内高层干部的一次思想解放 也体现了党内初步摆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思想 独断控制 享有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党内民主与言论自由 过去 老干部们许多话都是不敢说的 甚至是不敢听的 这次畅所欲言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说了出来 据简报所载 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 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 中职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 我入党以来 真正解放思想 这还是第一次 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 也就是说 敢于摸老虎屁股 这是前所未有的 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 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 不是过去没有觉悟 没有看法 而是不敢讲 这不是偶发的 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 中央党校的宋振廷同志也说 我1937年入党以来 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 思想解放了 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 把多年不敢讲地讲了 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应当说 实在1980年 由于老干部刚从文革的噩梦中苏醒过来 创伤未遇 记忆犹新 所谈的内容都很真切 他们都是亲历其境 亲受其害 建国以来各次运动对党和国家 人民以及对自己的损害 有切夫之痛 有的言辞虽不免尖锐 或带有情绪 但都是经过理性地思考的 事前大都亲自撰写了发言稿 前引所有简报上发表的发言 也都是经过发言者本人修改审定的 他们在文革时期 关在牛棚或监狱中 就进行过深沉的反思 如彭真同志就曾对我们说过 他做过六年国民党的牢 没有想到解放后 文革中 他竟又做了九年半的牢 一个坚真的革命党人 做敌人的监牢不足为怪 为什么革命成功后 反而做自己党的牢了呢 这不能不引起他 以及许多被以莫须有的罪名 关进监狱的老革命的沉痛反思 他说 他坐牢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 这个为什么 终于恍然大悟 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 破坏法治的惩罚 否定民主和法治 也就否定了自己 但是 遗憾的是 这次讨论中 多数人意见 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 决议所采纳 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 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 主要的考虑 还是由于传统的思维 为尊者会 担心给党抹黑 因而如邓小平后来所说 历史决议对毛主席是做了违心 违心的评价 据邓力群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 在历史决议通过后锦十天 于1981年7月7 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 做学习辅导讲话时说 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最重要的一条是 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 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 一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二 对解放32年来 历史上的大事情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 都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三 总结过去 一粗不一系 争取决议通过以后 使全体党员 全国人民思想明确 认识一致 然后一心一意搞四话 团结一致向前看 对于各种意见 小平同志 都是这样 有博彩重义的一面 也有力排错义的一面 不管你讲什么理由 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 尽管一提再提 就是不接受 邓丽群 介绍和答问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这大概就是当时为什么会通过这个具有违心 违心印痕的历史决议的政治背景 和留下历史遗憾的原因吧 由此也可见 这次大讨论 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 所谓让人讲话 在结果上 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 而是集中正确意见 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力排错义的判断做出决定 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 他们的个人发言容或欠周权 却不能说是违心的 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 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 但他们却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今年正好是4000老干部大讨论的30周年 而近年社会上一股复辟文革的势力却在唱红的旗帜下 大唱文革时期鼓吹个人迷信的歌 重编所谓《毛泽东真言》的语录 花几千万巨款 大树特树重达2000吨的毛泽东巨型雕像 韶山树立的雕像竟成为万人跪拜的神像 最近北京还出现一个所谓红色经典主题餐厅 居然推出一台宣称是怀旧红色经典激情岁月的 以中国历史上那段红色革命为主题的 有当年的对口词 中字舞 样板戏的 在线当年红卫兵的革命节目 见2009年12月30日 北京市邮局随报纸散发的北京邮政广告 特别是极左势力 居然煽动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其气焰之嚣张 令人害意 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 维护社会稳定 建设和谐社会 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果 还原历史真相 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政治运动 是不能绕过去的关 现在是按本文开头 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 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最错的时机了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非重写不可 全文完 感谢关注华夏传媒